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L103 前级 整理影片之前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液氧器材产品 测试、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 的YouTube 频道 追踪我们的VB、IG和Facebook 有很多幕后花上去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在心中的五部机都是非常好 真的很漂亮 已经不是哪部好过哪部 没有这件事了 只不过是我自己个人的取向 喜欢哪部 这部我也是挺喜欢的 半年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开箱 这部机在当时疫情之下 全新由丹麦空运底说 我由它新机那刻开机 然后煲透过程 我们看看开机时的心情是如何 当时我记得是挺兴奋的 这部就是VTUS Audio 的前级 之前试过它的030 其实觉得它非常漂亮 亦都是我一部心仪觉得它的声音很好 很好声的一个品牌 哇 不是说笑 它的重量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工程师签名 严明正身 Accessory 很简单 因为它也是用上次030 那个专用的遥控 所以它是充电的 有火牛,不过你可以自己充电也行 我们去它的揭望 哇 整部前级 都是整部坦克的样子 机背 机背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机背有强迫症 所以你看到它是整齐到一个点 很简单 上面是RCA 下面是Balance Total 蓝色是Output 白色是Input Input是三组 三组Balance 两组RCA 然后输出有两套 其实实际上是两组 分别就是 你可以在机里选择 就是选择Balance 输出 或者RCA 输出 是两组输出 不是同时四组输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RCA 的Output Bypass 另外一部机 其实以前级链框实在是相当重 所以它有一个很重量的机脚 这个机脚其实都... 你问我呢,我觉得可以的 收货 我觉得应该是否要找一个人帮忙呢? 不要一个人... 这个时间我只有一个人而已 因为很远 可能要等有人才上架 好了,开到这么多就算了 开声才再跟大家说话 就是... 当你心急的时候 一手提就放进去 没有难度 没有可以记录 我试过的Vtex Audio 机 其实是两部 两部都是合并式抗陷机来的 是不同级数 一部就是Reference 就是你看到型号很简单的 R 字头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 是它们最便宜的入门级 因为其实Vtex先生是相当自信的 所以他觉得它们的入门级 就已经是别人的Reference 就是这样解释 Reference 之上有什么境界呢? 就是Signature 所以你就会看到是S字头 今次我们试的这部前级 就是S-L103 即是Signature系列 所以一去到S 就价钱就已经是真HIGH-END 就不是接近HIGH-END 或者刚刚进入HIGH-END的门纜 因为在今时今日音响 是可以去到这么贵的时候 你怎样的价钱才叫HIGH-END? 如果你说几万元一部机 其实严格上就是不算HIGH-END 是HIGH-END 几万元都很贵的 但是不HIGH-END 因为差不多你去到10万元左右 10万元买一部机 你想想 10万元买到一部车了 那些才叫HIGH-END 这部机就绝对是HIGH-END 因为它的价钱就不止10万 你要多说一次至两次 所以这部机是相当昂贵 我相信应该是我试这么多部里面 最贵的一部 LINE STAGE的PRE-AMP 很标准的PRE-AMP 里面没有解码 没有寸头模组 标准的 我现在试这个标准版 好 这部机就是2016年推出市场的 当时其实就是夹了同一个系列的后级 SS103 SS103 其实已经跟现在的030 就是我刚才试的那部 三十多万的合併式抗音机 其实结构已经很相似了 包括它的牛 它们自己做的牛 以及它那两种放大模式 一种是ROCK 一种是classics 两种不同的风格 以及都是Pure Class A 其实它和我上次试的合併机 甚至乎之前那两部合併机 其实设置都很相似 都可以有很多很实际的设置 包括Balance Balance 一个OK 这个就是bypass 可以做AV Bypass Sensitivity 就是输入 这个就是现在4W 4W RMS 你可以调的 8 2 2组套配都分别有Balance Out 或者RCO 你可以独立设置它 因为它只能输出一组 例如我想要2组都是Balance Out 你可以博8M 或者1组Balance Out 1组RCO 都可以的 HIGH END 的前级 其实很多时候 取缺于它靓和不靓 供电是一个原因 接着线路设计是一个原因 另外放大的线路也是原因 还有就是它WALM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HIGH END 的前级 近年特别是原子粒机 都会用一些叫做 它未必一定是一个很纯粹的吸进式窝林 也不是普通的碳膜的电阻窝林 它们通常都会用电脑控制 不同级数的电阻来控制窝林 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首先准一点 就是精准一点 左右的误差会小一点 而且每一格音量的差距是准确一点 而且这个窝林是会很耐用的 就不会像一般很旧式的吸进窝林 你用得多它会有back contact 所以作为一部贵价机来说 稳定、耐用、精准都是必须 它们的窝林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V-Lay Control 因为它是V-Lay Control 它是继续电器控制、开关 所以当你在教窝林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它很厉害的V-Lay 声 就像你开扩音机的时候 你会听到滴滴答答的声 它就会滴滴答答的声 而且因为它是线性地上的 它不是像电脑那样 即是数码控制 突然一下子就去到另一个窝林 所以你突然间由小声去到大声的时候 你是要经过一个进程 它真的要一级级上 你会听到滴滴答答一轮 才去到你的窝林 但我完全没有问题 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够快 窝林的Range很大 是去到-91.5dB 去到正18dB 我呜一下子就好 是一个这样子 你是温暖的 在这一切的重量 在这儿是不是 是温暖的 在这儿手转让我嘗变 一些温暖的 在这儿地方 在这儿我身边 需要温暖的 终力 终力 打编的 那裡是維多利亞港 一到夜晚 你望過去就會見到 很多很多的燈 讓每年陽光灑於你面牌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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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l gioco d'alzado, ma niente ormai, spiega qualcosa, forse soltanto. Il gioco d'alzado, ma niente ormai, spiega qualcosa, forse soltanto. Il gioco d'alzado, ma niente ormai, spiega qualcosa, forse soltanto. Il gioco d'alzado, ma niente ormai, spiega qualcosa, forse soltanto. 好了,再說說聲音,瑞士音響的那種調聲特性 即是怎樣呢?即是非常幼細,背景極度誇張地靜 接著微動態和動態都很大,但是東西是很幼細 調聲的音色上,有它的調聲,但是不是很多 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它的調聲 就會是用一個我其實很少用的抽象字眼,就是高貴 高貴就不是高那麼多,也不是高那麼少 總之你會聽到聲音是很瘦勵 但是不重音染的 即是說你就算是播一些漂亮的聲音 classical,沒問題了,但是你突然想聽一些錄音很差的 或者是一些不適合音響播放,炒賣一劈那些 它都可以很忠實,很正常地播放 不會覺得它很難聽,會覺得好聽了 但是又不會改變了它的聲音 這個平衡是很少機可以做得到 它有我特別喜歡聽的螢幕聲,聽得很清楚 但是清楚得來就有一點修飾 這個就真的很適合我的感覺了 因為我喜歡螢幕,但是有時候就不太淡 可以多給我一點點嗎? 它就可以多給你一點點 但是即使是我比較傾向Studio Monitor的聲音 我都覺得一定要有適當的調聲 而這個調聲是不可以太改變到 原本的聲音特性之餘 你是覺得好聽的 ATC是這樣的喇叭 但是ATC的特性就是 如果你是Passive 的話 這個特性會強一點 中音的錘會開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用有緣像我那樣 這個錘就會少了 因為ATC的調聲特性除了單元和雙之外 其實它原本的分音都有它的特性 當你聽有緣的話 這個特性就會減少了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對前級能夠調聲的需要會增加 但是我是那些 我又不想沒有味 但我又很怕很重味 就是那些麻煩人 所以要聽到我覺得剛剛好 那個平衡點 那一點是很小的 這一部我覺得是做到的 好,這就是我對Vitas Audio SL103的評價 你也看到我的評價相當之高 是的,我的確是對它的評價相當之高 你可以翻查我過去三四年每一條片 我應該沒有一條片可以這麼油沖地讚賞一部機 但是我也可以很坦白地跟大家說 這部機的價錢 你過去看我三年的影片 沒有一部機,前級、拼機是這麼貴的 所以嚴格上就有些沒有什麼點 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這部機是很貴的機 它應該是要給到這麼好的聲音 但是可以聽到一部這麼優秀的機 特別是當你很長時間用它的時候 它所有的優點缺點都可以給你掘出來 不值4的程範圍 能夠遮蓋到Price Tag的朋友 不妨去聽聽這部前級 因為去到這個High End的Level 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選前級去到這個價位的話 不要漏了Vitas Audio這個品牌 今天跟大家介紹Vitas Audio Signature系列的旗艦前級SL103 就介紹到這裡為止了 喜歡我們拍片的朋友給個like我們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記得訂閱 訂閱了之後記得按下頻道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出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不用留言問我是否會買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關前級的故事 頭頭尾尾都已經經歷了一年了 為什麼會經歷這麼久呢? 就是因為這部Vitas 我中間借了很久 如果我變回做兩個月的話 半年之前我已經決定了 好,那下多一兩個星期就會有第三集 第三集就是一部 無緣前級來的 下一集再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下次再見,再見 拜拜